5月21日消息 G-Speria EFY发布之后 爆料人士Insider Sony在社交平台X上 放出了另一款索尼即将推出的旗舰智能手机 Speria Pro-C的详细配置信息 与前代Speria Pro-Y相比 Pro-C的亮点之一在于回归了小尺寸设计 配备了一块6.0英寸的显示屏 此前为6.5英寸 并采用了特殊的防反光图层 同时 分辨率保持了2K水准 与Speria EFY相同 性能方面 Speria Pro-C将搭载骁龙8Gen3处理器 基础版本提供12GB内存和256GB存储空间 相机方面的信息也颇为详细 主摄将采用1英寸的50MP传感器 搭配一枚F1.8光圈的20mm光学防抖镜头 值得一提的是 该系统还将支持12bit RAW和14bit DCG RAW格式的拍摄 除了主摄之外 Pro-C还将服役两颗12MP的摄像头 其中一颗同样拥有20mm的焦段 但传感器尺寸缩小为1除以2.9英寸 光圈为F2.0 目前尚不清楚这颗摄像头的具体用途 另一颗12MP摄像头则可以拍摄4K120fps的时 bit 420 S-Log Gamma曲线和HLG格式视频 爆料信息并未提及广角和长焦镜头 因此Speria Pro-C很可能将取消这两颗镜头 续航方面 Speria Pro-C将配备一块5000mm的电池 并支持45万PD快充协议